知道人是怎么死的吗 据科学家研究发现 人体之所以会有疾病产生 90%以上跟情绪有关 在座各位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很多很多疾病都来自于情绪 认不认可 都来自于情绪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你的情绪是假的 我举个例子吧 我给大家讲过一个ABC法则 我们今天认为 A是什么 A是事件 我们认为今天发生了一件事 让我很生气 B是你对这件事件的看法 C是结果 今天有一个人 跟你拌了两句嘴 你很生气 你很痛苦 你躺在床上睡不着觉 气得 骂你的人都已经睡着了 你还是无法安然入睡 你认为是A决定了C 但是实际上不是 当你认为是A决定了C的时候 你永远无法改变A 其实是B决定了C 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决定了这件事的结果 我这样讲话能听懂吗 所以不是A决定了C 是B决定了C 当你觉得A决定了C 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上 你永远无法改变别人 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事件的真相 是B决定了C的时候 B掌握在谁手上 你瞬间换个看法 换个视角 换个角度 这个问题不就变好了吗 对还是不对啊 在这个世界上 你做得再好 在有些人眼睛里面 你就是天使 你是个打散人 但是在有些人眼里 你就是个骗 你就是个狗屎 你什么都不是 是还是不是啊 八万四千个人看我 就有八万四千个我 所以我是我 我非我 只有我可以定义我是谁 我与我无关我在我局外 不要在乎自己是个啥 越觉得自己是个啥 你就越不是个啥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是 我无所不是 我什么都不能 我什么都能 我无所不能 当你承认自己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你才能什么都是 当你承认自己 什么都不能的时候 才能什么都能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所有同学 你的命运可以掌握在你手上 当你知道这个宇宙的真相 是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你之所以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 是因为你的认知 跟你的财富不对等